为什么这么火 大家好,我是洋房姐姐 都说春季是装修到旺季 很多人都喜欢在这个时候来装修 这刚过完年 很多装修公司就已经有成批成批的客户来咨询了 那么春季装修,为什么这么火呢 如果您家装修,您觉得什么事最好 就这个时间比较好,二三月份吧 为什么 因为第一,天气开始暖和了 第二,暖气也停了 如果想改造水电或者暖气就比较方便 然后也不耽误工期 春天装比较好吧,不冷不热的 温度比较适合 春天吧,年后会有一些优惠活动挺划算的 看来大部分人确实是愿意在春天装修 春天装修真的那么好吗 春天装修又有哪些优势 春天真的是最适合装修的季节吗 那今天啊,姐姐就从专业的角度带你一探究竟 哈喽 哈喽,姐你好 我发现今天虽然是工作日 但是来看装修的这个客户还是挺多的 确实是,因为开春的话是属于开工忘记 店里的人特别多,有好多客户经理三四点钟才能吃上一顿饭 哇塞,开春吧,大家都开始动这个装修的念头 您能给我从这个专业的角度讲一讲 就是为什么到了春天,就是装修的人就多了 首先第一点呢,从温度来说的话 其实春天的话呢,不冷不热,温度适中 比如说您说咱们家的一些地板呀,或者定制的一些木材 这个季节其实它很有利于咱们保管这个材料 很好的,比如说这个延展性了 其次的话,开始睡省修 那咱们正好秋天您能入住了 不用担心工期的一个问题了 对,真的是有道理 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健康问题 尤其是像我这种有孩子的人嘛 所以就格外的关注这种健康啊 然后材料的一个环保问题 像我们关注的有甲醛 TVOC,像这种有毒的这种气体 肯定是要放干净了,符合国家标准了 我们才敢入住 我还听说了一个小技巧 叫闷三天,放三天 这招真有用啊 这个是有用的啊 我们可以再结合一些其他的小技巧 比如说咱们家里放泼水 放点绿植,放点碳包 都是对我们消除这些有害的物质 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明白 正好现在过完年了 您如果说现在考虑装的话呢 您家的房子工期差不多装完三个月的时间 正好感觉咱们夏天的温度高 这个时段嘛,装修以及释放的话 对咱们健康是最好的 除了您刚才说的那些原因 我听说年后装修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年后它的价格会比较便宜 是的,没错 像年后的话 我们肯定要推出一些优惠福利 正好现在赶上我们是七周年 电庆的一个活动 除了价格上的福利 我们还有一些电器大礼包赃送 还有一些定制的大礼包 还有就是我们平时意想不到的一些小惊喜吧 反正您毛皮房给到我们 然后咱们能真正达到一个拎包无助的一个状态 那天你那么介绍还确实是很诱人的 要我,我也是年后装修 是的,没错 像我们给您家量房的时候呢 会有专业的体检量房箱 给您家的房子 声光水气各方面做一个体检 那量完房以后的话呢 我们也会有专业的设计老师 给您来详细的沟通 按照您的生活习惯 以及您家里人的生活习惯 来给您定制一份专属您的设计方案 那这个就属于根据不同家的人的不同需求 做量身定制了 对吧 不是我们说这种市面上的套模板来设计 这个您放心啊 就是比如说像您 你说哎呀 我不太确定我喜欢什么风格 那你想我们的样板间啊 像青蛇风格的 然后我们还有新中式风格的 美式风格的 还有异式的 以及现在奶油风 那您想一想 就是您到我们这个样板间的话 就是身临其境感受一下 您就知道您喜欢什么样的风格了 就是这种找自己最喜欢的那个家 是的 没错 设计方案给您定好以后的话呢 我们会有一套严格的施工标准 然后像水电木啊 有各个工种的话 我们都是有序的做衔接 乘上旗下 把咱们的一个工程的工序走好 不会出现一种 就是没有衔接到位的这种情况 所以说这个您放心 你像这个问题就是客户非常关注的 就是工期问题 那早装修完可以早入住 保证了工期 但是这个装修的质量怎么保证呢 我们差不多像工艺标准的话 一百项 像比如说我们老房的一些工艺 出筋打点呀 还有就是会在包力管 加一层隔音棉 还有就是在厨房的腌道这一块 我们会有纸逆阀 水管的工艺用的是 大弧度弯头的一个工艺 它会比普通的水流更顺畅 在使用上啊 就是您家不用担心说 后期有毒涩的一个情况 这些包括水电的 商店下水的一些工艺啊 我们一百项的一个工艺标准 未来在您完工以及中期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这个 相当于就是每道质检 保证所有的工序 都是达到一个我们的工艺标准的 真的是太细了 好多像细节我们都想不到 但是你们呀全想到了 整个的装修过程 我们需要跑工地多少趟 这个您不用担心啊 我们专门为咱们业主朋友 配置了工程管家的一个小程序 您平时可以实时的 无私小偷 是对讲的监控 看一下咱们的施工进度 看一下工人干活的一个施工情况 这个都是可以的 这个真的是深得我心 像我们这种工作族 其实最怕的就是请假 拿一部手机就能解决很多问题 而且还可以跟这个工地的现场 随时沟通 是的 没错 这一整层这么大 都是你们合作的建材吗 是的 没错 一共1500平 像瓷砖 地板 木门 捷径 卫浴 马桶 花洒 您家装修所用的材料 在这一层都能选完 那还真的是全包园了 对 省得我们去跑建材市场了 是的 没错 姐姐 您之前跑建材市场的时候 踩过坑吗 当然踩过了 因为之前装修也是自己亲力亲为 所以你去建材市场 买回来的东西 工长跟你说型号不对 然后你还得去退 有的时候 可能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样板 是一个样 真的送到家了 又一个样 对 又是一个样 所以你还得扯皮 还得退货 真的是特别的糟心 还真是 你像我们很多业主朋友 都跟我们说过 我印象新客的 就是他拿了一个网图 因为他图省心 然后他就去照着买 结果他说他价格没少花 而且的话他不对板 你知道吧 就是他效果很不理想 是的 你像如果说您选全包园装修的话 然后我们设计老师 也会帮您来把这个风格统一 其次的话 质量这一块也有保证 您有任何问题 直接联系我们就行了 就是装修当中操心的事 交给我们来做 没错 你说的我特别有感触 就是我们是负责 天马行空去想象 然后需要有专业的人来负责把它落地 没错 本来以为自己买材料能省钱 结果发现买着买着 总想买大牌 就超预算了 既不赏心 也不赏钱 是的 其实想买大牌的主材 来全包园整装 其实可以得得到 你像我们合作的品牌 像圣像 马可波罗等等的这些品牌 性价比非常高 而且质量有保证 肯定比您自己买要合适 那你们怎么做到就是技能保证大牌 然后质量好 它还价格很便宜的 我们和多家优质的供应商 取得了长期合作的这样的关系 然后业主呢 一个一个单买的材料 他肯定是得不到他想要的一个福利 我们也是通过集采的方式 来节约材料的一个成本 比如说像您自己去装一套80平的房子 那在全包园 其实您都可以装一套100平 或者是120平的房子了 其实这几年建材一直在上涨 但是全包园一直秉承着让天下没有装不起房子的一个理念 就是希望给更广大的业主朋友提供物美价廉的一个服务 然后像这次七周年电庆的活动 有很多的样板间呢 优惠到三年前的价格了 哇塞 那这个力度还是非常大的 错过了这次机会 那今年可能都涨到这样的价格了 是的 没错 那如果你家今年有装修计划 就一定要来参加全包园这个七周年活动哦 明镜色都能保证到 暗阳色的 думаю 替我让 Ash 车为牛 Anh